朋友们,在家里平时做饭,剩下的猪皮我们要留着 今天我们把猪皮做一个肉皮冻 一款小凉菜,夏日吃蛮好的 先拿水焯一下 焯一下水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把上面的油垫一下 我们现在把这个上面的油猪毛剔一下 现在把这个上面的油剔除掉 剔得越干净 之后做的肉皮冻才更好 我们小的时候家里人做肉皮冻做两种 一种是带皮的,一种是不带皮的 这样就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现在要把上面这个毛一根一根地揪下来 超级超级的辛苦 但是我们要有耐心 收拾好的猪皮 我们现在来切小小的条条 搞定 放在锅里开始炖 现在开火 我们半锅的水熬至到底就OK了 我们漫长的等待吧 肉皮冻已经熬了三个半小时了 现在可以了 我们先把这个汁和这个肉皮的分开 这一半的话是放纯冻的 这一边放的是纯肉皮冻的 搞定 肉皮冻我们现在已经搞定了 放冰箱里冷却一个晚上 明天我们就可以吃两种口味的咯 从你进冰箱 我们的肉皮冻 怎么样 看一下 这是带皮的 这是不带皮的 嗯 手感不错哦 哇 很好哎 我们开始切吧 我们的肉皮冻做好了 看一下怎么样啊 很有弹性哦 朋友们有喜欢的吗 有喜欢的可以照做呀 在家里也能吃到在外面买的东西哦 自己动手做的也不错吧 朋友们有喜欢我的视频吗 朋友们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